我們現在請侯彩鳳委員資訊 我多在這裡等一宅 哪裡都沒去 主席,我們各位委員,還有我們 那個楊署長,各位長官,大家 那是要早安啊,午安都不會說 大家好 麻煩主席,請我們署長 肚子也有一點餓了 署長 我發現你好像是不是有經過 跟你們內部的一些幕僚 有稍微討論過你 這個面對媒體 面對我們一些民意代表 這個 在表達的這個方式 好像有一點點改變 我今天早上 從九點,從八點五十八分做到現在 我覺得你變很多 剛剛我們幾位委員 我們都這樣感覺 不錯,署長 你這種變化是好的 絕對是好的 謝謝 因為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這幾個出來,是這個上 也是沒什麼拍位 但是你也知道我們民意代表 很愛民主 有時候實在是,不是你下不了台 是我們下不了台 對不起 有一點點 不知道怎麼說 今天不會的,今天還好啦 那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剛剛幾位委員都提了很多重點 我想要請教一下署長 我們那個要價 第六次的要價調降 是本來九月一號實施 現在是改成十月一號 就明天 是不是明天開始 不會再跳票 因為我剛剛好像幾位委員 他們好像還留了一點點遺地 但是我認為 這個關乎百姓的問題 關乎我們未來健保 要不要永續經營 我們還是必須要徹底的去貫徹 絕對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 這樣才好 好 但是另外一邊我們要去考慮 我們這個委員 我們委員如果頂頭 我們委員不可能頂頭 我們委員是陳明義 陳明義在這邊監督 所以不可能頂頭 所以不要有所有矣 謝謝 接下來呢 我想要跟我們署長來探討 也是大家一直在說的這個問題 憲報的這個問題 因為無意中 我去拿到我們那個 馬蕭的這個醫療政策 聽說我們這個署長也是超盤手 他特別點出來就是 政府在造醫藥衛生體系 健保永續經營 健保要永續經營 不外乎就是財政 財務財政一定要健全 穩定 這個是第一宣傳要件 你如果沒錢金本就沒辦法 就好一瓶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發現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讓我們沒有辦法心虎口虎 除了說剛剛啊 你在休息 因為媒體給你 現在都沒有媒體了 媒體愛的東西 你都給他搭 給他 給他已經都開了 所以就沒有媒體 我本來我是想說要跟你提醒 為什麼沒有法源呢 二十億 王主賢是怎麼硬到現場 說二十億 不拿白不拿 他有法源依據喔 他不是違法去拿這二十億喔 他是依照什麼 依照建保法 依照老保法 為什麼 他上面寫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說 我們的這一個 那個那個基金 不夠用的時候 政府必須要編列預算補助 這兩項絕對不行 不能倒的 不然你們回去看看 健保法沒有這一條 所以絕對 絕對是不會讓他倒的啦 對不起 健保法沒有這一條 因為那時候在 老保有 健保沒有 因為健保就是說 不足的時候 每三年嘛 不足的時候就要調費率 政府額外 所以你怕那個 你怕那個誰 我那天在罵那個誰 那個監察委員 陳仁宏 你怕陳仁宏 替你那個彈禾嘛 替你糾正嘛對不對 因為健保法沒有這一條 那健保法沒有這一條 是不是我們未來 因為我們幾位很認真的委員 都在這邊 是不是有必要再往這方面 要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我也是覺得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當年老保會有 會有這一個法令 這都不可以倒的 開玩笑 這倒的一定很清楚 完全照委員的想法一樣 尤其是健保 大家都要來吃健保 開玩笑 是 我不知道 說台北市 他們這樣欠健保肥 結果什麼活動都在辦 讓我們這樣看一個心肝 真是很難 不合理 台北線 我現在練給你看 我就在說 無影看影 無影就自己想 你看台北線 現在我們幾位女性的委員都在這裡 就在講這一個 這個什麼 這一個子宮頸疫苗的事情 我們希望說政府 尤其是國民健康局 我們一直希望說國民健康局這邊 要編列預算 公會的這個預算 要補助讓我們這一些 年輕的 就是這個家裡面一些年輕 沒有性行為的這一些女生們 讓他們去施打這個疫苗 一次三劑 結果金門有 因為有一個金門酒廠 金序幕 你台北線 台北線有沒有欠我們健保肥 我請問一下 有沒有 欠多少 數字不記得 有多少 你都不要跟他說 我要讓教長說 台北線欠多少 這個師生同堂很好 老師跟學生 多少 欠43億 欠43億 結果他最近要做什麼 他們 九十九十九年度 擴大接種草案計畫 送議會審查 通過後 江市前台第一個實施免費提供 只說疫苗的縣市 我們情何以堪 我告訴你 不管市場都不用上角 我們每一個縣市 我們社會好 比別人更好 我也要跟高雄市說 你們都怎麼不用行 以後高雄縣合併高雄市 高雄縣也不用了 我們自己都來做就好 我們地方的社會福利 我們好得不得了 你們怎麼 我請問一下 你怎麼辦 所以 我 這個一就任 記者問我 我就說 北高的欠費一定要追討 雖然不是在我任上發生的 但是這樣的話 講嚴重一點的話 就不公不義 就像剛剛委員講 對啊 所以一定要去追討 對啊 我今天就在說了 你一間討不回來了 兩間三間 你如果不說這樣 說這樣花天酒地 拿我們錢去花天酒地 去自己做自己的社會好 大家又沒看很難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再來我講說不公不義 是這個時候 因為在座都是公務人員 為什麼勞工 其他的百姓 一定要百分之百 全新納保 為什麼唯獨我們公教人員 你當然你現在已經有條證 條證到93.52 根據報告委員 可以說的 就是我們現在是 行政院主計處有調查 調查我們現在各行各業 他的薪資 跟他的投保薪資 公務員也是比照那個 就是說 一般的受僱者 他的投保薪資 跟實際薪資是93 我們公務員是93 大家都一樣 本來是90 人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 做行政院主計處的調查 我們的 我們的 健保局的總經理 現在還沒選 局長的年開始 我告訴你 你們現在 建保局 都在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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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薪水 到太多 全國都要調整 有沒有這個事情 因為幾個人來拜託我 我說那本來就要調 我都不幫他們關收 就是因為 我們以前有一個差 那為什麼 別人必須要 必須要 這樣全心去做 那為什麼公務員 公務員 不用呢 現在就是因為 現在調查是 你調到93.5次而已 那就是因為 現在在查 還沒查以前是93 我們就是說 這邊93 這邊93 那邊現在查 95 我們就95 這樣 所以這是一致的 我希望可以 往公義 不要不公不義 對 要公平正義 好不好 最早的疫情 差4、50% 現在就覺得 好 是最公務人員 這是我的好朋友 謝謝 我現在一直在感覺 就像說 這個健保沒有未來 好像是 一家大怪獸 有多少錢 我都總 一直給你 一直要 越吃 都不知道消化 從哪裡去 我們看了會怕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菸品間 我們 我們已經調整 這個是第二次 每一次每年都可以 給你們 第一次調整 十塊的時候 每年就可以多 180億 第二次 我們這一次調整 未來如果正常的話 當然現在 沒有 一個月不一定 調現多 但是未來是 每個月有20億 等於是 我們未來 又可以多增加200多億 你們又說不夠 尤其是署長 因為我有感覺 我們都有危機感 因為 蘇頂 起來以後 你第一件事情 你就說 我健保一定要得到 齁 齁 如果這樣 他起來的時候 大家齁 乾冒這個大不費 乾冒全民的反彈 結果你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個要務就是 要調整健保 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危機感 為什麼有危機感 我們的感覺就是 健保要倒了 我們四人 為什麼呢 到底要再多少 像這隻大怪獸 我可以報告一下 第一 菸的那個 富家捐的錢 最主要是 用在什麼 要照顧弱勢者 你就知道嘛 委員就知道 現在M型社會 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補助 補助到 兩百 兩百四十幾萬人 有的是全部補助 沒有啦 有七成啦 我知道啦 補這個黑洞的啦 我知道啦 很多都是補助弱勢的啦 沒有啦 這個七成不是啦 我現在齁 因為我禮拜五 我繼續 繼續向我們署長 來討教這個事情 到底 我現在有兩個 兩個危機 第一個危機 就是高鐵 到底全民 還要再拿多少錢 來養這隻大怪獸 還有我們的健保 到底我們錢民 要再拿多少 來養這隻大怪獸 我禮拜五 我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但是我不希望 我們署長 是淡淡 綠綠 我希望是很肯定的一個答案 好不好 很簡單啦 我們每年齁 這個廢協會 有一個討論 裡面一半是付費者代表 一半是醫界代表 他們協商出來的總額 當年給它平衡就好了嘛 現在人家在樓 新的科技 大家都期待 新的優 我本來也是想請問一下 你的GTB 6.2 現在是6.2 敢有膠 6.2 所以我就覺得是無敵動啊 沒膠 因為 因為中共古年 古年你們什麼國防醫學院 什麼慶祝幾週年在高雄 我就在那個現場在撼來啦 你們馬總統啊 我們馬總統啊 當場答應 要調到7.5 對 那個要很多年 照我們的所得 照我們的所得 那樣是比較合理的 不然的話我們的醫療的水準會降低 你要回去做功課喔 禮拜五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謝謝